欢迎来小镇自我之起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 今天土团的老二阿莫菲萨就公开的抨击政府 跟公开的骂这个杨桥双 讲说呢他们错失良机 没有把这个Taylor Swift呢 整个演唱会办在马来西亚 让马来西亚落后许多的这个国家 这个用这个华人句话讲什么 人也是你鬼也是你 以前呢在这边要办这个演唱会 也办co play 办这个Ed Sheeran 伊斯兰党的这个国盟 甚至你们土团里面的人骂到惨 讲说这是西方主义的这个思想来侵略我们 讲说办这样事情呢 其实不尊重整个伊斯兰的这个交易 败坏风俗 现在呢不办 你们也可以拿来吵 你们也可以来抨击这个政府 当然如果单论阿莫菲萨的这句话 我本身当然是赞同嘛 我们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 外国的艺人 尤其是巨星来这边办演唱会 但是事实上就是呢 国盟到底你整个立场是什么 你这样子做呢 其实我看久了真的会精神错乱 OK 你们到底是不是一个阵线的 所以麻烦真的在批评政府之前 假设要让自己更有公信力 要跟你们的盟员党 好好的协商一下吧 我相信政府当然也是希望说 越多的这个演唱会嘉宾来这边 越多越好 但是为什么会受限很大程度就是有保守的司令 那一边一直在阻扰嘛 OK so我们仔细再看了 其实阿莫菲萨讲这番话是因为呢 他在以前他曾经担任过这个 清体部部长啊 在这个慕尤丁时期 其实那个时候呢 他就跟其中一间这个公司 叫ASM公司 也是这次Taylor Swift的这个广告商啊 其中一个广告商 有签订合约的 就是以后假设有什么样的这个演出的话啊 他们如果有这个艺人 还是他们有表演的话呢 可以办在Bookit Jardew这边 是有一个合约这样子的啊 但是在他下台之后 杨巧双接手过后呢 这个status score就被打破了啊 就不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关系 所以他本身其实要 主要是mention的是这样事情啦 就是呢 其实不应该措施这样的这个量级啊 这个合约不应该被打破 但是老实讲啊 OK 我们都知道呢 这次新加坡之所以能拿到这个Taylor Swift OK 因为他们很积极的去找这个Taylor Swift啦 整个团队啦 还有就是他们重金的聘请 然后拿到了Taylor Swift 这个东南亚演唱会的独家 OK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东南亚国家以外 因为新加坡呢 已经花钱定了 可以这样讲啦 定了Taylor Swift的演唱会 其他国家呢 Taylor Swift的团队都不会考虑 OK 就算是我们推一万步来讲 新加坡如果他没有花这笔钱 请Taylor Swift去办 你觉得马来西亚会办Taylor Swift的演唱会吗 你觉得会的话呢 你写一个666 你觉得不会 你写一个333 对我来讲 我认为是不会的啦 OK 我们就暂且 不要谈论一些保守主义的这个声音 OK 当就Taylor Swift来马来西亚这一边办 你的整个交通 OK 你的整个地方的这个建设 是否已经能够满足全世界的观众 或不要讲全世界啦 亚洲的观众来这边去看这个演唱会 你做好了任何的这个策划吗 没有 其实在以前的时候 我自己到过周青润来看演唱会嘛 就连周青润的这个演唱会 没有要贬低它哈 但是我的意思是 那时候的整个交通的疏散 其实是非常糟糕的 尤其是退场的时候 LRT就故障啦 OK 然后有很多趟跑不掉 Grab又叫不到啦 然后呢 驳车位又不够啦 所以当时候其实擅长是一个灾难 你可以想象Taylor Swift来办的话 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嘛 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点 我们在机球监视上本来就不太足够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呢 保守主义的声音 现在就算是给Taylor Swift来到这边办啊 大家可以看到他演唱会的各种服装 OK 他就是哈 这边是空的哈 这个没有绣纸的 然后呢 裙穿到短短 OK 在马来西亚这边呢 哈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然后他讲什么话又不可以 如果真的是呢 啊 触及到一些敏感课题呢 我们还有一个总开关 可以直接把人的店关掉了 记得之前的那个新闻吗 所以谁会愿意来这边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呢 你要知道 人家的演唱会是已经有口碑 是一个品牌了 如果给他选 一边是新加坡 一边是马来西亚 或者给你选啊 就算是两边都没有给你钱 你会愿意到哪一个国家 去开你的演唱会呢 毕竟其实也不太需要在两边办嘛 因为就算是在新加坡办 也是可以吸引到很多马来西亚的观众区 其他国的人都会去 两边都是相差不远的地方 给你选 你会办在哪里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都是在新加坡这边嘛 所以 与其去讲说呢 政府其实没有 很积极的去拉拢 这个Taylor Swift什么 但是我们要回去想想看 现在的我们有准备好了吗 或者现在呢 我们有没有打算做这个准备 马来西亚的问题不是讲说 我们已经准备一切 然后呢 等着开门 要不要开门 不是 是我们里面像一个游乐园这样 里面的基础建设其实都没有打好 甚至有人是反对要重修这个娱乐设施的 里面的这些基础建设可能有危险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现在就是有一股神经一直在阻止我们去进行这样子的翻修 那你怎样好意思打开你的门呢 打开你的门过后呢 看到里面全部都是破破烂烂成就不堪 各种绿色的这个色彩 谁又会想要来这边办演唱会呢 所以我认为说 假设这个事情真的要去处理的话 像阿波费沙 他的这番言论 OK没问题 那是不是 其实冲进以后 土团党也应该要扮演制衡 伊斯兰党极端主义言论的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 假设是的话 那没问题 我就指示 但是假设其实你只是大大嘴炮 当你的伊斯兰党又出来讲一些偏激的言论 你又静静的话 那我觉得干脆不用讲了 OK 干脆不用讲了 那这期跟大家聊天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